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的房价继续走出稳定上涨的格局 如果按年计算的话 新建商品住宅售价连涨42个月 升幅创下22个月来的新高 按月计算是连续47个月录得上扬 按照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70个大中城市房价数据 路透色测算出了3月份70个大中城市新建住宅销售价格 按年上升10.6% 比之前一个月增加0.2个百分点 是连续42个月录得上扬 还创下22个月来的新高 按月上升0.6% 比前一个月增加0.1个百分点 按年计算 3月70个城市的新建商品住宅房价全线上涨 按月来看 新建商品住宅房价上涨的城市65个 下跌4个 持平1个 四大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售价个别发展 当中上海和深圳房价按月有所下跌 按年来看 广州房价上升11.9% 而三线城市房价涨跌互线 呼和浩特 贵阳 西安 丹东的新建商品房价 按年都上升 两成以上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刘建伟解读说 各地槟城失策 因地失策 一地一策 保持政策的连续性 房地产市场总体平稳 一二线城市的新建商品住宅售价 按月涨幅略有收债 三线城市则有所上升 另外来关注是上个星期 美国总统特朗普誓言要在5G领域 要领先全球 暗指就是要跑赢中国 那么现在美国呢跟对外宣称这样的一个竞赛之后呢 它保持的不是一个公平的竞赛原则 而是继续透过施压盟国来打压中国的华为 最新的消息是 美国将会在布拉格会议上施压盟友将华为排除在5G之外 路透社来自于华盛顿和伦敦的消息 引述熟悉情况的人士 还有他们见到的文件 说美国会在下个月召开的布拉格会议上施压他的盟友 采取共同的安全和政策措施 让中国华为更加难以主导5G电信网络 捷克网络安全机构Nuke的主管表示 来自30多个国家的官员5月2号到3号会举行会议 就下一代的电信网络安全原则达成一致 美国为布拉格会议准备的提案 敦促各国政府和运营商考虑供应商所在国家的法律环境 公司获得的政府支持 企业结构的透明度 以及设备的可依赖性 提案也呼吁盟友优先考虑安全问题 并共同调查针对5G架构的网络攻击 文件并没有提到华为的名字 但是他们说在这个会议上目标就是一套共享原则达成一致 确保下一代通讯网络的安全 与此同时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前奥巴马政府官员 成为华为的说客表达不满 一顿表格披露 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前网络安全政策主管 Sam Miljian 已经成为华为对美国政府国防授权法案提出诉讼的一个律师代表 也是说客 那么JN是重大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 华为已经聘请这一家律师事务所 在上个月提出诉讼挑战美国的国防授权法案 特朗普在一篇推文当中是在礼拜天发的 他批评华为的同时 也批评JN登记为华为说客的做法 不应该不可接受 那么针对华为的最新消息 华为的轮值董事长胡后坤在分析大会上表示 到4月15号 华为已经签订了40个5G的商用合同 未来一个星期 5G的这个相关领域的发展 可能是一个非常有意思 也甚至是一个关键 因为在昨天我们看到了 华为的创办人任正非向媒体表示 他们愿意向苹果供应5G芯片 但是今天的消息是 华为公司说他们还没有跟苹果就这个事情展开谈判 华为创始人兼首席执行长人正非 最近在接受CNBC采访的时候说 华为对于向苹果公司出售5G智能手机晶片 持开放态度 有分析说 华为的晶片一直定位为非卖品 这次愿意出售给竞争对手 体现了华为政策的重大转变 他们认为有分析这么说 如果华为落实向金针对手出售5G芯片 意味着势必为为晶片商高通和英特尔带来挑战 华为自行研发的5G芯片 到目前只供自家手机使用 而苹果目前并没有推出5G iPhone手机 但已经拥有自行开发的5G处理器 外界估计 华为不会采用华为的5G处理器 70980 但采用华为5G芯片调节器的机会比较高 那么在未来一个星期 苹果公司跟高通的专利诉讼 就会进入审判程序 两家公司的机缘会升级为 在法庭上对质 苹果说高通是一个垄断者 说高通的CEO在两家公司和解谈判方面撒谎 而高通就说苹果公司 欺骗全球监管部门 窃取软件帮助高通的一个竞争对手 在未来一个星期 双方的CEO可能会在法庭上 你来我往好好地互相对骂一番 那么自从苹果2017年1月开始起诉高通 指责高通收取专利使用费的方式 不公平以来 高通的市值已经蒸发掉25% 目前市值是在689亿美元左右 那么这一系列的消息 对于芯片市场 对于5G的发展 对于整个的全球通讯产业来说 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马上连接的是资深财经界专家 也是香港中环资产的行政总裁 谭新墙先生帮我们分析一下 谭总您好 新一好 再次请您来帮我们分析一下 目前的半导体界和这个相关的产业界 首先分析是苹果跟高通 在这个星期在法庭上要相见 如果双方真的打起价来 在法庭上 您认为这业界会产生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首先我不知道这个输送谁会赢谁会输 我留意到就是好像台湾的两家公司 这个Paketon跟这个红海 都站在这个苹果那一边 都是觉得这个高通是有点垄断性 而且它收费太过昂贵 而且是有点是两次收费的味道 就是卖芯片的时候收一次 然后你卖手机的时候又要分一点给它 所以现在好像这个苹果就是要追回 要它赔偿91美元的这个金额 那么到底谁赢谁输我不知道 但是比较肯定的就是苹果将会尽量在未来 小用这个高通的产品 将会转到别的供应商 比如说这个英特尔 这个英特尔 他们将会已经好像已经开始 多使用他们通信方面的芯片 处理器CPU来讲呢 过去好几代已经是苹果自己来协计 然后交给这个台积电来计交的 做这个代工的 是 在这样的一个产业变化当中 我在昨天我们看到 华为的创始人郑飞先生说 他们愿意向苹果供应5G芯片 但是今天一个最新消息说 其实华为公司本身 还没有就供应5G芯片跟苹果展开谈判 我们来试想一下 如果说华为 第一个是不是真的有可能向苹果供应5G芯片 第二个如果真的向苹果供应5G芯片的话 会不会解决苹果在5G芯片上的一个困难 因为如果没有5G芯片的话 苹果的智能手机5G方面就会延迟推出 落后于三星等等 你怎么看这些产业的变化呢 我觉得首先要分开几件事情来看 首先这个任正非先生 以我的了解 他是一个推售人士 他能不能代表这个华为 我都不知道 他是创办人 但是他好像已经不再是他的CEO 所以以我的了解是他个人的希望 就是能够看到华为供应一些芯片给苹果 但是像您刚才说 华为本身好像也出来说了 就是没有直接跟苹果在有任何的谈判 任何的交易 反过来更加明显的是 到现在为止 苹果从来没说过 他将会跟这个 这个华为采购任何的芯片 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最重要的一点 二来呢就是 当然从很多方面来讲 我觉得这个 这个苹果 最后能跟这个华为买芯片的概率 确实不高的 因为现在华为当然是非常敏感的一家公司 在美国受到很多的陷阱 连手机都不能出卖 那么如果苹果真的采用了这个华为的芯片 他的手机会不会在美国本身的销售也会受到影响呢 还是他如果就算是跟华为买芯片 是不是先于在中国销售呢 这个我们也要考虑这一点 然后到底这个5G手机 尖廉到底的重要性有多大 这个我本身都有一些犹豫都不知道 因为我觉得5G 大概率还是要未来再过一年 几年才会陆陆续续很多应用才会推出来 如果现在就推出手机 到底有多少消费者愿意用一个比较高的价钱来买 这个我都不确定 比如说三星跟华为都已经推出 说快要推出他们的5G手机 但是以我的了解他们的产量将会非常小 主要是用来产生打个广告而已 那么我觉得对苹果来讲明显的 它现在最重要的战略是在服务方面的 就是希望减低依赖iPhone 依赖这个硬件的贡献 然后这个营兽的贡献 对他们来讲 更重要的战略是一个圈楼 这个视频跟Netflix怎么去比拼 这个payment怎么跟Visa PayPal他们来打这个战 然后这个游戏方面怎么跟 这个Activision 跟Electronic Arts 跟他们怎么去打 这个对苹果来讲才是最重要的 反而到底是今年还是明年才能推出这个5G手机 我觉得这个整体来讲不是很重要的 非常谢谢谭心祥先生 很清楚的四个层次 让我们分析这个事情到底有没有可能 另外关注的就是在市场 就是这个星期看的就是美国股市 有没有可能挑战新高 但是昨天礼拜一 美国三大股指轻微的下跌 原因是因为银行股的表现令人失望 主要是高盛和花旗的业绩令人失望 抑制了投资的热情 所以昨天美国三大股指轻微的收盘的时候下跌 另外4月12号在纽交所上市的非洲电子商务巨头 有非洲阿里巴巴或者是非洲亚马逊之称的 Jumia Technologies 在上市两天之后 两天之内曾经涨超过了170%的升幅 那么收盘的时候 IPO两天之内累涨了120% 美元对欧元在星期一基本持平 因为投资者关注星期四将公布的欧洲制造业数据 寻找欧元区经济增长正在改善的迹象 来看一下外汇总和 KVB昆仑国际金石财经 由KVB昆仑国际独家具名赞助播出 企业外汇及财资管理专家 KVB昆仑国际 美元会价继续在97上下的波动 现在市场更加关注的就是联储局的独立性 不是说说一天两天而已 市场越来越担心 就是特朗普安插人在这儿 究竟是不是有背后更深的目的在里面 特朗普在星期天的时候已经表示 如果联储去把工作做好 美国股市应该可以额外上涨5000点到1万点 而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 会远远超过4%而不是3% 分析说如果他说的是道雄式指数 那么他可能认为道指现在应该站在36000点以上 而特朗普在星期天再次批评 美联储的这番话 使得白宫昨天再度澄清 说特朗普无疑威胁美联储的独立性 目前已经有四位共和党参议员表示 反对特朗普对于凯恩的提名 意味着凯恩的提名难以获参议院通过 也不清楚另外一位理事人选摩尔 是否会获得足够的支持 但是有一些共和党议员担心 如果摩尔成为理事 将对美联储的独立性产生潜在负面影响 而根据财经网站FXstreet的报道说 库德洛最近透露 特朗普希望通过提名凯恩和摩尔 打断美联储的步伐 华尔街日报就这么说 特朗普抛红之下的美联储 能不能够保持政治独立 如果不行的话 或者是特朗普这样一再的批评 就会羞弱美联储在全球经济当中的地位 经济日报的视频这么说 特朗普大嘴巴 损害联储局的公信力 说联储局就像架飞机一样 是需要专业者来掌舵的 最近日元对港元叠穿了七算的水平 今年的低位日元对港元 为什么讲日元对港元 是因为在复活节假期的时候 很多香港人去日本游玩 所以日元耕扬港元之间的兑换 就显得特别的重要 今天日元在112继续下跌 人民币在6.70到6.71 那么这个我们看到在相关的会价表现方面 港元7.84上下 下期回来关注一下美国欧洲的谈判 待会儿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到金石财经 首先关注的是中国跟美国的关系 最新来自于美国财政部的数据显示了 中国在2月份继续增持美债 而且金额是三个多月以来最大的 按月增长42亿美元 目前中国持有美国国债规模 11309亿美元 这是到2月份 那么关于中国跟美国的经贸磋商 又有美国官员表示 双方进展良好 莱特希泽代表美国跟中国谈判 莱特希泽接下来要跟日本跟欧盟谈判 所以接下来看一下欧盟跟美国之间 双方的贸易谈判 现在的焦点在于 要以牙还牙 还是有伤有良 欧盟贸易职位马姆斯托姆 在星期一表示 欧盟准备启动和美国的贸易谈判 争取在年底之前达成协议 我现在会接下来跟我们的美国伙伴们 欧盟昨天投票其中的法国反对比利时弃权 最后欧盟批准两个领域跟美国展开磋商 包括了降低工业产品关税 以及更便于企业展开他们产品符合欧盟或美国的标准 这次的农业并没有包括在谈判范围之内 这使得欧盟跟美国的意见仍然存在着分歧 因为美国坚称的谈判应该包括农产品问题 马姆斯托姆表示 他会立刻联系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看看可以什么时候开始展开谈判 一等他们安排妥当之后呢 就会准备救世 另外来看是美日贸易谈判方面 日本经济再生大臣茂木敏聪说 他们已经跟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确认了美日双方的贸易谈判 会按照去年发布的双方联合声明的基础上进行 他们已经跟美方进行了坦诚和良好的交流 两个人在星期一会面之后 礼拜二会继续再见面 而这个星期的焦点 当然就在美国跟欧盟跟日本 还有跟中国的关系 首先看的是查尔学会国际舆情研究中心秘书长曹欣的观察师 过去一个星期 世界舆论的焦点有两个 中欧峰会和中国联合声明 以及随后的中欧关系 中美经贸协议谈判以及影响 那么这个星期焦点就落在了 美国向欧洲和日本贸易谈判 那么分析认为双方达成贸易协议的难度是挺高的 美国中院议长佩洛西在星期一就表示 美国选择对欧盟征收关税 而不是跟欧盟结盟 措施了获得对中国的经济优势的良机 佩洛西说美国跟欧盟应该联合起来展示他们的谈判优势 中欣先生就此来点评一下 这两天确实是 像刚才这个报道说的 中美这边还没有完全谈妥 那么这个美欧 今天呢还没开谈啊 这是大家注意啊 这个刚才我觉得新闻里边说的还不太明确 就是是欧盟各国授权 就是这个昨天投票授权欧盟委员会 可以全权代表各国去和美国谈判 是证明法国反对 但是这一票反对就不算数 那么比例是弃权 这个法国的事情咱们后说啊 这是一个基本定位 然后美欧这个谈判的背景呢 有中美这个策畅在这 然后美日现在正在开 正在谈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谈判呢 正在谈就是美日 昨天今天 今天谈完了 我估计明天咱们正好可以谈日本的问题啊 这你看这叫四国四方啊 然后三场谈判 这真是一场大战啊 这个大混战的感觉啊 就像跟那三大战役那感觉 真的这个三大战役可不得了啊 都是非常大的这个份额 这个里边呢 中国是最大的份额 从美国来看呢 中国是最大最大逆 3703800亿美元 你看这是一个说啊 然后但是呢 美日小一点 但是美日比较综合 而且美日的这个贸易战的历史最长 而且他这种对抗性啊 其实是最尖锐 但是呢 美欧呢 是经济的贸易额的份额最大 这去年12000亿左右 这你想这一年啊 但是12000亿里边的逆差没有中美多 逆差只有1500亿左右 其中比如像德国 这个头大一代也就是600多亿 也就是这感觉 这么一场混战当中 我们来把握 这次的这次的混战 我要说一下大致的这个 我理一理他的顺序啊 去年的6月份 咱们都记得啊 就是这个 所以刚履征税 7月份 其实这个美欧就达成妥协 就是说我们啊 谈判 嗯 我们先别打了 我们先坐下谈 但是今年出了个事 今年3月份的时候 就WTO对于美国华盛顿州 对这个波音的这个 这个补贴的问题 以减税方式 每年大概能够补一个亿美元左右 就做出这么一个判定 做出判定之后 欧洲就要制裁美国了 说你这个 这不对 你不是反补贴吗 你怎么自己补贴 可是美国一直也认为 空客 欧盟对空客有补贴 这就双方之间一代咬 这个仗打了十几年了 200几年就开始 哎 打了十几年了 这个时候呢 由于有 有WTO 这就涉及一个 WTO的这个裁定权的问题 对美国是不是有效 美国是不是认可 你看啊 这个混战里边 你看有美国欧洲之间 刚才说的那个 逆差的问题 有空客和波音之间 在飞机行业的这个补贴问题 然后又牵出了一个 WTO的一个 这个裁定权 是不是认定的问题 美国闹不好 就要退WTO 这个问题都都在里边 然后背后 还有各种的大国关系 还有德国 马上可能还要加汽车关税 这样呢 欧洲就准备要采取一个 比较强硬的态度 你不是要这次 美国针对空客 他就个人先告证 他先下手 他说我要踩你 照着110亿的美元的这个欧洲产品 我来加你的税 欧洲第二天就说 我也加你的税 我翻翻 其实他准备了230亿美元左右的量 但是他说 我用120亿的 先就120亿的这个产品 美国产品要加税 这样就就开始打 现在在这样一个互相下了战表之后来谈 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要注意到这场混战 它不仅影响的是美欧关系 也不仅仅是美法美德关系 而且签着还签着什么巴黎协定 美国是非巴黎协定签署过 法国不同意 因为这个原因 你看这又签着到又是一场战斗 这不同的混战 然后背后还有中美 还有美日 我觉得这场仗打的呢 看起来很混乱 但本质上都是一个利益的争夺 都是整个一个变局的一个 整个重组大国和利益 和整个力量格局 我觉得一定要关注这场混战 当中把它分得清楚一点 然后从中理出一个 今后发展可能性的这么一个方向 法国巴黎圣母院大教堂大火震惊 全球不只是法国人悲伤 连全球的很多的领导人 都纷纷向法国质疑慰问 跟新人就此来谈一下 巴黎火灾 人类图小利益 更应求大价值 怎么说呢 是 这个这真是很大 今天大概所有的这个 咱们的全人类都在在评议 去过的没有去过的 如果的小说看过没看过 当年那个有一个很有名 在大陆这个流行 在70年80年 就我们年轻的时候 流行这个巴黎圣母院电影 也大家非常 这个里边体现对真善美 对于巴黎圣母院这个建筑的美 对它的有800多年 从建开始800多年 建成也有600多年 如果小说到现在也有将近200年 你看看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 虽然它是重建 在法国革命之后 后来又重建 但是我认为 给我们很多的启示 我们人者见人 经济 咱们就看经济 经济上 我是第一个 就安全成本 我们越来越发觉 不仅有恐怖袭击 不仅有天灾 而且还有这种就事故 这个事故造成 我们中国也是一样 每项事故造成的人员的伤亡 财产的这种损失 而巴黎圣母院给了我们一个什么 不仅有这种人员财产的伤亡损失 而且有这种无形的这种精神上的这种伤害 这种文明的历史的我们的记忆 我们的这种文化财富的这种伤害 而且特别我要提到 这边可能跟复制的那个复建工程有关 复建工程当中一定要注意 不能只计较那个小利益小成本 没有钱 我要减少 结果造成大事故 这个伤害的就是我们更大的一个损 造成更大损失 所以在这个上面 我认为要我们人类 无论是从一个微观的一个复建的工程 还是从一个大的一个文物的事业 还是从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 都是不仅要图小利益 还要见到大的价值 谢谢更新先生 感谢您收看 我们再会